自由時報 iStyle 時尚頻道的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凱特王 那我今天的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從我的書裡面選出十句凱特蜜之音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告訴大家有哪十件事情其實是不要做的 告訴大家就是不要對自己說謊 我經常告訴我的特派員們說呢 一個人如果只要誠實地面對自己 他人生的80%以上的問題其實都可以解決 面對所有的問題 這樣子你的人生其實會更順利 不要過度的關注別人在社群上面秀出的一切 你有發現嗎 其實我們現在花手機的時間很多 然後我們都是在手機上面羨慕著別人 這是這個時代的悲哀嗎 不要在愛情中迷失自我 如果一段感情讓你覺得很不開心 很難過 讓你覺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了 其實你只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就好了 在這段感情裡面我更喜歡自己了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麼呢 這段感情差不多就可以結束了 不要輕易放棄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任何我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我總會很害怕我錯過這個時機點 我就再也沒有機會去完成它 所以只要我 內心當中有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 我就會付諸實行 然後呢 有人就問我說那你不怕失敗嗎 我覺得 嗯 與其害怕失敗 我更害怕我錯過了 做這件事情最好的時候 那我往後就會 不停的在這個遺憾當中呢 不停的懊悔 然後告訴自己說 哎呀 當初怎麼沒做呢 如果做了就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蠻討厭這種情形的 然後為了預防這種情況 我只要有想做的事情 我應該評估一下 我就會去執行了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女人 不要太迷戀 不要太過度追求那種外表的年輕 因為永遠都有比你更年輕漂亮的女孩出現 尤其是我的身份 我非常有感觸 因為我另外一個身份是時尚KOL嘛 那你也知道在時尚圈裡面 永遠都有比你更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出現 那我覺得我自己之所以跟他們區別開來 可能就是我的年紀比較大一點 然後過往的那些人生經歷 在我的人這個人當中 激奠起來的某一些特質 讓我可以跟他們區隔開來 那我覺得那些特質 有人有人稱作是氣質 有人稱作是這個人的比喻 其實我覺得都是 那都是讓我們這個人更有層次感 看起來更豐富的一個最大的理由 這就是要告訴大家 面對職場不要拿佛系當藉口 這個也是我過去以來一直告訴我自己的 就是你一定要正視你自己的欲望 正視你自己的野心 如果你面對你的同事 或是你的朋友 他們發展得很好 其實你心中是會有一點點羨慕 或有一點嫉妒的 羨慕嫉妒恨 其實這就說明了 你是有欲望有野心的 那你應該就要正視它 然後去 最好是去實現它 這樣你就會知道 我是可以靠我自己 翻轉我自己的人生的 翻轉我自己的命運的 告訴大家什麼呢 就是不要試圖改變父母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兩代人之間 相互辜負最大的就是 你想改變我 我想改變你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誰都改變不了 人只能改變自己 所以我就改變自己了 不要什麼都拿星座來分析 我常常跟正在戀愛的讀者們說 認識你眼前這個人 認識你自己 比看什麼星座分析 或者算命都來得更重要一點 不是說我自己跟別人不談星座 算命 或者是一些心靈機場之類的事情 我還是會談 但是呢 我不會把所有的事情 都歸咎於 星座算命 或者是心靈機場 把這一切思想的邏輯 都以這個為基礎 這個我就覺得沒有必要了 那 這是很本末導致的 當朋友的戀情出現問題 或他們的婚姻出現問題 不管是他要分手啊 還是離婚啊 我們都不要給意見 我們只要適度的關心安慰他 然後呢 陪他去買醉 或者是陪他去花錢消費 都好 你只要陪伴他就好了 讓他們 讓他們知道 或讓他知道 我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會對你不離不棄 不管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我都不會離你而去 你都是對的 我覺得這就是好朋友 應該要做到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對好朋友的戀情下知道期 這也是我過去這幾年學習到的一個人生態度啦 就是如果別人表現得很好 別人提出的觀點非常的好 你一定要不吝嗇 給予讚美 或者是肯定 不要為了反對而反對 真的 這對你來講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尤其是像我從事的工作 是經常要帶著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 但是 我也不能夠為了反對而反對啊 你說是吧 學會欣賞別人 其實你的人生會更圓滿 好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十個 從我的書裡頭 揭露出來的 凱特米之音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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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queeven後 由於 component 字幕志愿者laim 指揤人